福建廈門的敏南佛學院 是中國最早的佛學院之一 近日該學院以慶祝中共成立100週年為名 舉行了以學黨史、仲黨恩 跟黨酒為主題的演講比賽 外界擔心 中共對境內宗教活動的控制正在升級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 敏南佛學院的幾百名師生聚集在一起 並非為了念佛誦經 而是為了向中共歌功頌德 包括中共澳門市政協副主席 民族宗教事務局局長和署長 以及廈門佛教協會常務副會長在內的中共官員 都參加了今次活動 有評論認為 在佛學院以黨為主舉行演講 根本就是國際笑話 山東和尚息道果表示 不排除學院可能基於經費考慮而作出妥協 色道果對自由亞洲表示 如果宗教是為了生存和吃飯 就不是宗教 當然 他們肯定不是為了尋找人生的意義 真正的民間組織 不受政府約束是不存在的 他們也有可能獲得經費 金錢至上 根本沒什麼真正信仰 要他們做什麼就做什麼 只要能夠拿到錢就行了 各取所需嘛 這類向中共表忠的活動 也發生在中國其他的佛學院 例如今年的清明節 江蘇航山學院 一百多名法師和學徵 舉行了為中共烈士數目的活動 期間還唱中共國歌 並且重驚 福建佛學維權人士 發號望雲的和尚認為 在敏南佛學院上演的比賽 是當下政治生態的縮影 九天 警告 作詞到